那么下面就说了 实实在在有极乐世界 就像我们今天 阔球家相信 确确实实有银河系 这个大线系 我们太阳系 是银河系里头的一个小线系 我们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 太阳绕着银河转 这是一个大信息 念老修可学 他在学校教科学 教无心电 他告诉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 佛华像世界 一个单位世界 有一个须弥山 须弥山的四周 是行星 这个行星围绕着须弥山转 四大之火 那还有小行星 很多 经上都有说的 地球 难占不住 很多人以前误会 把喜马拉雅山当作 须弥山 印度在南方 在喜马拉雅山是南 印度是南的武咒 念老师 不在地球上 也不在太阳系 太阳系绕 须弥山 现在晓得 须弥山是 萤火 萤火的中心 那就是须弥山 那这个江华通 太阳确实绕着 营火系的边缘 中间 那个营火的样子 像一个碟一样 当中 后 两边慢慢 细拨了 当中 那就是须弥山 我们中国人 天文是叫 叫黄极 黄极 是 营火系的 像我们地球上 讲 白极 营火系的 南白极 这比方 我们这个说法 所以 营火系才是 佛经上讲的 一个单位世界 不是小千世界 单位世界 集合一千个 小千世界 这个单位世界 叫一个小千世界 那么一个小千世界 就是一千个 营火系 再以这个为单位 一千个小千世界 成为一个中千世界 在一中千世界 一个小 一个 中 这个 这个 中千世界 是 一千个小千世界 在一千个中千世界 这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收岸一个迎合世界 是一个大千世界 这就是 电脑 告诉我 我接受 他的说法 以前总认为 这个太阳系 是单位世界 告诉我 他跟我有分析 说的很有道理 大千世界 这是一个大千世界 可爱 的 感谢观看